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就是瑞士、十五教育、花仙如流 他呢就是在这个1937年上 他到50年代他这个 说白了他还是一个天才 所以他上的那个小学、中学和大学 全都是非常好的 他是开落大学的 大学里头 中学是当时也是耶拉克非常好的中学 就他的那个天才啊 确实脑子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呢他是一个底层上来的人 所以他那个判断的一个事务 他自己也休息后华工天 但是他一个大量的钱 他不是什么枕头边放一个美国模式 他就是耶拉克需要什么 他个人感觉到 他是大头 实际上他们俩的石油收入是不相上下 所以他头的就不一样了 他头 其实他比那个开始还是落后的 他起点比巴厉维是落后 可是有些头的方向对 而巴厉维 巴厉维近过于波斯两千周年 花仙如流是所有的精气什么的 把全日月首脑都请去了 那多少个亿就能砸了 这个三个头赛因大量的是给这个国家讨论 也包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导弹那方面 就就他们两个人格吧 因为这个霍贝尼打仗 只能打这个巴厉维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可能一夜之间 然后呢 萨达木打的也是他自己的东西 但这两个东西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这皇家的这个牌场 那我就叫你说的F14 另外一个是切切实实的 而且当时吧 美国对这个伊拉克进运 就买了很多法国的 比如幻影 幻影 幻影F1 他们也买了一些苏联能力武器 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清楚 他的那个投资 军事投资策略 和这个国王的这个 巴厉维这个 还是有巨大的差距 我就补充 就是他们俩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 一个是民间天才 一个就是 纯粹是花公子 但是花公子非常有理性 而瑞士实在还懂很多东西 这么多也因此为了 请不吝点赞 幻影